欢迎收看两岸大视野 全世界有将近300家分店 而明年还要到大陆设厂 让台式饭团也能够征服对岸 猪柳玉米还有呢 玉米最后放 老板云正龙绰号米赞博士 他可是有包君满意的好手艺 饭团要有多层次口感 类线堆叠都经过精心设计 干货可以避免 我们在上面的油水啊油啊 滴到下面 饭会开 会开花 就不好看 煮水小菜统统有 菜色比便当还要丰富 连骨肉饭酱料都能堵进糯米堆里 肉灶 糯米这个东西它比较漂亮 然后如果你直接吃第一口之后 没有油脂的话 它吃起来的那个口感会比较 除了干脂之外 不好咬咬不动 它有肉燥之后比较润口 二十几年前 余正龙还是一个饭团小摊饭 到现在全球将近300家分店 小推车老板变成亚洲饭团王 至深关键 靠的就是他学米的独到眼光 煎狂迷人倒碎嘴风摇曳 一颗颗米粒扎实饱满 余正龙走遍全台就是要寻找心中的完美米种 我试过全世界各种糯米 就台湾这一个最耐真 然后口味啊香味啊最够 耐煮的白糯米只是基础食材 余正龙对每种米的个性得了若执掌 光是一个紫米饭团的米粒组合 他就研究了两年半才抓到黄金比例 白米是一个粘度 黑糯米本身没有粘度 所以它搭配一定的比例配方 让它产生粘度 然后那吃起来口感才会Q脆 在米粒泡水的时刻 秘密武器亮相 白色粉末是来自日本的酵素 就靠它与正龙发明出 吃了不会胀气的科技饭团 这边是很单纯 就是一种酵素 就是淀粉酵素 那针对这些淀粉质 才能进行快速的分解 效果才会好 放入特殊闷锅 米粒不能熟透 就得起锅 像饭团的话 大概就是九分熟 九分熟 所以它加热三分钟 就全熟了 热气奔腾的黑糯米 要赶紧进行全身马杀机 让每一颗米粒有空间 完全膨胀 才能保持弹压口感 让一颗比较大的颗粒状 水分不会卡在中间 然后水分散出来 温度散出来 转时间降温 它的品质就会比较高 余正龙全球分店 一天最多能卖出十万克饭团 接下来他锁定大陆市场 展店计划 选号他的冷冻手饭技术 煮熟糯米粪带包装 直接送进低温冷冻库 冰冻24小时 统一规格的米粘到时就能外销到大陆各社 链锁店都要做到简单方便标准 然后一致性 这品质都已经这边控管了 所以现场就要认一下 每一家做出来的品质都差不多 这边是做饭团的地方 复制速食电信业 也就要把台湾传统早餐成功量产 饭团行销术 红到对岸 每个月都有大陆餐饮业者来采取金 这是五湖 这是五湖吧 五湖很漂亮 跟余老师来学这个米食文化来了 了解关于米的知识 肯定会有了 因为大陆就是幅员比较辽阔嘛 是这样子 市场肯定有 就是我们来看怎么能对接的很好 判断业者频繁交流 与郑龙员的随时收集最新资讯 为了顺利打进大陆 饮食市场 他可是做足功课 请进来看 这里是我研究米的地方 这是他的米粒实验室 五百多种米 来自世界各地 分门别类 这里有收集 有像加拿大的米 法国的米 泰国的米 还有中国大陆 仔细观察各种米粒 就像在看艺术品 从口感色泽到营养成分 都是于震龙的研究重点 然后各种形状 各种形式也都有 那最近又去产区啊 去长春看产地 从黑龙江啊 长春附近 吉林附近 然后一直到大连这个地方 突然分析 他们这个东北最近的状况 东北米不错 台湾米也不差 所以两边是个合作 预计明年西境登陆车场 于震龙信心满满 要继续开发很多种米食产品 历史成为全世界 最有实力的 被爱替团队 而接下来呢 这个优格新兵也很厉害哦 创业四年已经展定了12间 因为这个品牌的优格和果酱 标榜天然无添加 就连做果酱的水果 都不是随便买来的 老板王世皇坚持 一定要找无毒的 或者是有机的 熬果酱的时候呢 也要求维持水果素颜的样貌 里头不加色素 不加果酱也没有防腐剂 随着食安意识的抬头 现在年业额高达千万台币 连大陆资金都找上门 希望入股投资呢 大家好 欢迎欢迎 海南美食小吃八八块 最近这间年轻小店 格外受欢迎 就是全家都是都很爱啊 就是没有他不行 只有几乎每天都要吃 一开始真的是两天可以吃掉一罐 就这样一罐啊 就是两天就这样吃 就是吃完了 对啊 然后后来就开始被家人克制 对啊 说太夸张了 疯狂上的还不止他们 因为这优格专卖店 开张短短四年 名额已经高达五千五百万台币 营销超优 最爱好积极相应 更有趣的是说 甚至有一些中资 就直接来谈说 哎 我要给你入股 我要多少的持股啊 这个优格品牌明明是市场新兵 会在两岸一圈鼓起 是因为他们在优格界 先起天然革命 只有加乳酸菌跟鲜奶而已 什么都不加了 这听起来实在没什么了不起 因为妈妈在家做优格 也是只有牛奶和乳酸菌 但这个单纯的配方 却大大颠覆了业界的潜规则 大部分的话都会加一些氨点 鸡胶类 然后让它组织是骨体 所以你在怎么摔 就像布丁一样 你在怎么摔 那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梅家凝固气的天然优格 真的很脆弱 原本都已经结块成型 可以上架销售了 结果只是摇晃久一点 立刻摻软解体 优格变奶昔 这种让我们吃惊苦好 那消耗者就会控告他 你的图像不是这样 你的图像是固体的 那我们就寄中 再多配一次 多配两次 我最高级就赔三次 消耗者寄到消耗者不好意思 说啊不用不用了 我知道你的诚意 王世皇不是天真的优格太妙 创业前他在乳业待了快二十年 他当然知道 加点合法的添加物 优格比较坚强 方便运输卖上更好 但也就因为无添加难度高 他更想挑战自己 我们以前都很习惯知道 好像都是后天去修饰过的东西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 快点消耗者 真正怎么叫做真的东西 于是他不只有个素颜上见 就连搭配了水果果酱 也是从树上开始 就不要加油天粗 来了 哇这最漂亮啊 哦 台南是台湾最大的爱文芒果产地 像这样铁丝丝红红豆的爱文芒果 每到夏日 今朝山边到处都是 但王世皇却千寻百找 非他不可 而且很香 我就是要这个味道 我就是要这个味道 还有这一种环境 你这甜得很高兴的 你甜得很爽的 你不知道 王世皇看重的是芒果园里 这片绿油油的草地 因为王若冰是少数 不用除草剂的芒果果农 甜美的芒果 也已经好多年农药ND零减出 现在在市场上是超级人气享受货 但刚开始无度种植的那段时间 跌过让人头很痛 我这个本来一年差不多有两万颗的芒果 第一年转型的第一年 你还给我跟你讲哦 三年是都没生哦 说那些严重 不可能啦 我轻转一车 用一车也要生 结果 他就是不生 第一年八百颗 两万颗变八百颗 几五十 第二年 第二年 一千 一千两百颗还是一千六百颗 第二年一千两百颗 稍稍增加了一倍 稍稍增加一倍 对对对 但是远远落后 进度很多 不知产量变少 工作还变多 人家煮草气一喷 两三个月寸草不生 网络兵却是每两个星期 就要帮杀草剔头 那煮草莓在做的工作 那你才煮草莓啦 对啊 那煮草莓不够 正在屋子的时候 有个达人找上门 这才发现 原来天下的傻子 还不止他一个 这个芒果 我们的植物联盟 上面是上价是一百零五块 他拿这个山子来做果价 其实我们很多果农 都是像王先生一样 这样子说啦 马修最浪费了 就是说 把品质最好的东西 全部拿去做果酱 得来不易的无毒芒果 天生励质 做成果酱 只需要素颜果丁 原味果汁 和些许砂糖 麦芽糖就风味十足 不加防腐色素 也不加果胶凝固 所以他们的果酱 都是这样子稀稀水水的 有些口味甚至会氧化变色 我也曾经出过 苹果丁的果酱 苹果丁 但是两个月以后 整个苹果就变咖啡色 那很多人 那个时候就觉得 哇这个东西是什么 怎么可以拿出来卖给我 很多客人刚开始 是这样的讲话 但是我们现在发现到说 其实消费者 可以慢慢被输 最近还有人在问说 你三天前那些芒果 苹果 苹果为什么不拿出来卖给我 这边追求健康原味的用心 渐渐被理解 中一四年 台湾已经转天十二间 未来等时机成熟 还要前进对岸 时凭老将以自身的行动证明 只要纯粹实在 最终一定有恶会走 最近在大陆 星球一股玩电风潮 而这群玩电的年轻人 玩的是别人 避之唯恐不及的闪电 他们最近还登上了 出彩中国人的舞台 就连李美和李连姐 也赞不绝口呢 回来就带你来看看这群爱玩闪电的疯子 如何为自己玩出闪闪发亮的人民币 欢迎回到两岸大视野 大陆不止市场大连 薪资空间也开始慢慢扩大 像是上海的平均薪资 已经达到台币三万五了 丝毫不比台湾差 于是现在有些台湾的大学生 为了摆脱22K的薪资魔咒 就把眼光放到对岸 趁着暑假的时间 争取到大陆企业实习 了解大陆市场的现况 有些实习过后呢 干脆无缝接轨 就接上了工作 领的薪水是台湾同类型的两倍之多 可是承受的压力和付出 也是在台湾的我们很难想象的 交通车大阵仗带来上千位员工 不见亲口两岸合资汽车厂 例行的一天 对来自台湾的李家荣 徐亚文来说 却是一个展睛的开始 相当一张背景 利用身朔恶的暑假 当起实习菜鸟 早上八点汽车厂的员工呢 齐和一起做早操来提升上班的士气 那么在这其中呢 有来自台湾的大学生 他们呢 趁着暑假的时间来大陆实习 这也是他们奔路的前哨展 体体做操在台湾没怎么经历过 会整工作事项更是全新的经验 可别以为实习就是站在一旁看 他们其实也忙得很 徐亚文在台湾念的是 人力资源管理 分配到人资部 负责评估员工离职原因 十七八岁 然后就会放在这里工作 然后什么都不了解 实际上离职率不是也是会比较高吗 徐亚文想知道 汽车修理班的学生 为什么在工厂里待不走 新的环境让他开拓出新的视野 可能你在培训人员 所以你要考虑到 他们的不同的习惯 或者他们的原本的区域 甚至是气温 可是在台湾怎么需要考虑到这么多 大陆薪资每年成长10%到15% 台湾却呈现停滞期 22K成为一道门槛 23岁的徐亚文有较强的危机意识 他发现台湾学生的局限 对未来有更清楚的定位 如果你是条件好 然后你说你在这边 你想要拿到台湾的两倍工资什么的 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大陆有更多 更优秀的学生 你离职去高学三教吗 跟徐亚文相反 李家荣要拧定人力招聘的计划 他先删除变数 再来寻找最合适的对象 大陆虽然和台湾语言相通 但还是有很多事得冲投学 台湾可能以前我熟悉的时候 我们就是保劳保跟健保 这边的话是无险的金 然后每一个钱又有他们自己的一些 比较适合的规定 其实还蛮复杂的 根据去年的统计 大陆北京上海的平均薪资 已经不比台湾信息 北京人民币5453 相当于台币27000 上海更达到每月7000 相当于台币35000多 只是野白菜见烈欣喜 二线城市的薪资水准 普遍低于台湾的22K 还得面对大陆720万毕业生的竞争 台湾学生必须站稳脚步 才有发展机会 不能比台湾强 发展机会嘛 所以你知道到底可以让我做到什么位置 比如说我五年后是不是可以直接生心力 很多台湾年轻人还在沾前顾后的时期 28岁的李佩玲在上门台子饭店工作九个月 单人采购算是新一代的激进台干 所以你确定这样不会摔不过吗 所以这样 挑餐具跟厂商淘价还假 这位工作壮士索岁 甚至找到饭店风格 大到集团成本都有牵连 相当关键 拉这个 你就是听到 这个声音就会很清透 佩玲还是新手 以前做的是网路 现在必须得跟在陆7干部身边 边做边学 等于是一个知识 新的知识 对啊 以前买这些东西你也不会这样 不会 完全不会 就是看自己的喜好 但现在就为了公司 你必须要找质量好 但是又价钱可以的 你看这个东西的透明度 其实它是样品度 透过光线看出水晶杯透明度 佩玲挑选的样品 得经过饭店总监Carol这一关 续家旅馆连Carol在内 只有五名台籍干部 管理两百多名的大陆员工 就他看来 台湾干部表现固然不错 但薪资较低的大陆员工 却有很好的潜力 他的性价比 我所谓的就是说 他要求的薪资跟福利上面 就没有台湾人 他们来要求的还要多 就是这个 是有分子 新的包装什么是这种包装 就是这样 因为平常是要板和 对啊 台干因此承受了更大的压力 必须更大用心展现最细腻的一面 验货时一再确认品质 工作之余 佩玲还会到大厅柜台了解作业流程 她的薪水还不错 佩玲希望工作表现能符合身价 新资是我在台湾工作的一倍 就是你自己的功课一定要先做到 让人家觉得你是有能力的 你有权利去拿这一笔钱 根据台湾最新的调查 百分之六十一的大陆台商认为 台商到大陆工作最重要的是专业能力 百分之五十八认为是长期打拼的准备 百分之五十认为是刻苦耐劳 一旦通过初期的考验 大陆市场海阔天空 这是公司提供给你的是一个舞台跟一个平台 可能在海外你赚到的是 可能是你的人脉跟你的经验值 而不是在这个薪资上面的 可能它已经不再是两倍了 这是一句老话 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 沉醉在小学近的台湾年轻人 或许也可以抬头往地边看看 说不定那里还有施展身手的辽阔空间 现在两岸的年轻人 真的是什么都敢玩呢 像在大陆福建的常乐市 就有一群疯子 是目前人气最旺的玩电团体 黑暗中操作电流 就像在天空中画出一道道的闪电 他们所制造出的人工闪电 加入流行音乐 创造出绚丽的舞台效果 靠着人工闪电秀 这群年轻人一场表演 就能有五十万台币的收入 现在还登上大陆选秀节目 一系爆红 从天亮手到天黑 为的就是创造奇迹的这一刻 准备哦 三 二 一 走 一道道闪电伴随着热歌界舞 划破夜空 表演者信手勉来 闪电在他掌握之中 好听话 很酷 看上去买下轮的 我可不敢试 与闪电共舞全能毫发无损 咪咪武器就是这件 重达四五十斤的铁衣 它由三十几万个铁环专程 全手工DIY 三个人一起做 也要花上大半年 感觉 特别了 我现在里面 你们看不到我 其实身上全尸啊 你看全部都 把我整个人 保护起来了 所以电子从我的衣服表面走 所以说我不会被电倒 我们是雷凌峰 在大陆 他们是唯一一个 用特斯拉线圈表演的 专业团体 曾经在出彩中国人中亮相 让两岸观众的眼睛 闪闪发亮 你们对今天的表演 满意吗 其实我们表演还可以更精彩 你们已经很创新 很努力了 出彩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虽然小提琴拉得不到地 但却改变不了 他作为雷霆风灵魂 人物的事实 他叫王真祥 是大陆最早研制音乐 特斯拉线圈的好手 被誉为中国特斯拉第一人 我最早接触到特斯拉线圈 是从这张图片 他能创生这么长的电弧 对我冲击太大 痴迷于闪电的王真祥 辞去了高新工程师的工作 全年无休投入研究 不仅如此 他还游说了自己的侄子外师们 让大家一起来触电 这一下 这次外师们都上了影 大家一起辞掉工作 还拿出各自的积蓄 投入研究 前后花了一百多万人民币 可做起实验 还是可拮据 其实我们真的很烧情 你看这些设备 像这个的话 这种体积大小的话 一个就要两千多三千了 然后还有这个 这个电源的话 是我们完全自己独立设计的 总共花费了大概十多万 像我们早期的话 锅网 瓢 油漆筒 奶瓶 光 全部都用上去 反正一切能力用的东西 就用上去 也是为了节省成本 终于闪电越来越强 可是杂讯却越来越大 还一度惹毛附近村民 第一次大媒体 其实还是得以村民的投诉吧 他们就说 这里有个分子 天天晚上在那里 琵琶 吵得要命 我们可以把音乐给融入进去 所以有了这个设想 我们就着手去做了这件事情 最后发现真的可以 这家伙叫音乐火焰 他是王真祥最新发明 花了半年时间亲手打造 造价大约要人民币二十万 他最大的看点 就是能将身体化作火焰 闪电节可音乐和舞蹈 雷霆锋表演越来越有噱头 于是各种商业 要约不断 补干很久了 如果补贴点加用的话 后面演技会无法进行 他们现在的行情 一场演出费五万到十万人民币 一个月能接好几场 团队也发展超过二十人 现在的雷霆锋 汇集电子技术 语解工程 音乐舞蹈 广告策划 影视后期制作 变成了专业团队 不过王真祥的梦想 不是出名 也不是靠演出赚钱 技术控的他 希望能够潜心研究 让闪电永天能够服务于人类 无论是制造会唱歌的闪电 还是让闪电变成取之不定的能源 在触电的道路上 这群玩电脚子的脚步 恐怕还要继续下去 这个夜晚决定武士新战迷 绝对疯狂 光线起飞大乱斗 决定厮杀超级嗨 虽然打起来没有电影星际大战那么帅 但可以用力对打不怕坏 你看电影还痛快 它不是像日光灯一开就是大家在那边闪闪闪 它用的就是让你有收藏架并且可以实战 发光的帅多了好不好 每个心目男生心意里面都一定都有一把光剑 这个是男人的浪漫 这可不是宅宅们的光棍大对决 因为美丽女孩也来玩 别看马可多飞批背探好像很弱 即使武器见来华丽流畅有模有样 上海光剑民还曾经邀请他到上海队打 上海那一团他们刚好是练武术的 所以他武得非常漂亮 像武在武剑的时候没有 他们将武的速度是我的两倍左右 对啊 乌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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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 马可多不计是新证明他根本就是台湾版的Tony Stark 因为当铁人专学的方舟反应炉他自己也做了一个 其实我会注意是因为买的东西不够好 大家给你看一下这是买的到车 他亮度就有这样 这是为什么我要自己做的原因 因为买到了真的不够powerful 方电影一样和官方的一对比 马可多做的硬是比官方出的还要亮 而且拆开来放慢看他还会跳破浪 你看我现在如果快点跑 有没有他就有这种有什么的效果 一般的光剑就是一关灯管跟日光灯一样 但马可多用七八十个LED灯串在一起 搭上电的控制令令分明有时差 上海光剑民看了都眼睛发亮 细致程度让他的光剑迈到全球三十几个国家 并敢多到不干雷射工程师专职在家做光剑 比如近十万让他去见有限量 用心就跟钢铁人一样 我不是生意人 我是比较连的艺术家 怎么可能会有艺术家 看到喜欢看到自己的作品被复制成几千份 所以这样感觉很low你知道吗 没有那种feel 一马可多综合两岸的人气 说不定哪一天他的创意在大陆的某个角落 也会发出像在台湾一样的璀璨光芒 出身竖琴世家的电脑工程师李哲英 为了传承家业 最后还是回到乐坛担任竖琴手 只是男生谈竖琴经常遭人误会 就连和他一起演出的大提琴家范宗佩也爆料说 一开始合作还剩有点心理障碍呢 带您来聆听在大提琴抒琴如歌的诉说 和抒琴细致柔美的唱和下 所谱出的重奏篇章 心动的旋律 温柔的从指尖流线 轻的仿佛梦的抑郁 范宗佩的大提琴 李哲英的抒琴 全新演绎电影经典配乐 两个大男人坦诚 一开始合作 确实有些心理障碍 因为我们俩都是男的 我看他弹抒琴我没什么feel 然后他也希望我是一个美女 但是可惜我们都不是 所以我们两个录音的 我们两个录音就是隔离一个房子 隔离到墙 他在那边我在那边 我幻想有一个美女在弹琴 有障碍的不止范宗佩 李哲英说 他常常抒琴搬上舞台 就被行下台 身边真的除了我爸和我哥之外 几乎他抒琴都是女生 对 那出来外面呢 也是有时候蛮好笑的 我要出来演奏 搬着抒琴 那人家就说 那个搬抒琴的 你可不可以走旁边一点 不要过来这里 我们待会要有一个演出 那待会我就很尴尬 觉得很不好意思 我就是今天有事情好 那大家说 啊 怎么会是这样子 两个乐器并出浪漫火花 琴英却是最不浪漫的金融空暴 那一年李哲英丢了饭店的表演工作 范宗佩其实出现 意外组成最佳拍档 那我在一个饭店 谈了将近十年的饭店 在年底的时候 合约快到几乎点 他就突然跟我讲说 老师啊 那个金融风暴生意很差 可能没预算 你的表演要停掉 那当时真的是请客逼 因为我的小孩子太高 是生两岁不到 真的就好像电视剧演的 怎么办 闪电雷直 我以后怎么办 这时候就是竹竹圈 范老师突然就一通电话说 哲英啊 我有一个朋友 有一个餐厅啊 你有没有兴趣 我们去弹看看好不好 生计往往是音乐工作者的最大顾虑 即使是国内少数囊括 金马金曲金钟各大奖项 被封为配乐鬼才的范宗佩 也必须为了现实生活做出妥协 过去卖过意大利面 现在经营文创书店 餐厅的演奏工作也不敢停 我们这么高级的乐器 同样也会去那种餐厅秀啊 下面都在吃舞台啊 一桌在旁边拉起来 然后味道就飘过来 肚子好 还是要拉 年轻的时候啊 甚至到现在 还是都会有这种情形味 还是会有啊 因为生活是必须要 有些人就很介意 然后我才不要这样 可是我觉得那也是一种经验 出身竖琴世家的李哲英 父亲是台湾的竖琴教父 哥哥在乐坛表现也很亮眼 他从小跟着兄长到处表演比赛 却打心底叛逆 一心想脱离这种对男生来说 相当冷门的乐器 退伍后 他如愿担任电脑工程师 没想到哥哥的一通电话 让他重新归队 我哥哥那个时候在台北 已经小有名气 有很多的演出 然后的一些表演 他就突然打一通电话说 哲英啊 你情人节有没有空 他说你有没有空啊 2月14号 他说什么事啊 他说我演出强碰 我餐厅那边 我外面接着演出 餐厅要上班 情人节不能请假 可是找不到人去上班 他说怎么办 你也帮我上啊 慢慢的演出的工作越来越多了 其实是完全是干扰到正式的工作 然后就是这样子做一个交换 我才慢慢的可以走到处期演出 这条路上 生命的转折就是这么奇妙 怎么绕还是绕回新的归属 老师这张床是给树形睡的吗 是啊 还有枕头跟贝贝 还有床垫啊 这是几公斤啊 这大概40公斤 十几公斤啊 40公斤 40公斤啊 还好啦 所有抱着动女朋友的男性 都应该抱着动 你每天都在抱女朋友 一辈子的情人 一辈子的情人 抱着永远的情人 李哲音的情音 超过山上海上 也飘进音乐大师范宗佩的儿里 先是邀约搭档演出 再来又一起录制专辑 而这张专辑 两个儿子说 是特别为父母亲制作的 这张专辑其实很重要 虽然它定调在一个很休闲的音乐 但是我们两个的出发点 其实是想要 就是给父母亲一些 他们喜欢听的舒服的音乐 所以我们去挑了一些 慢版的东西 还有一些比较有抒情感觉的音乐 然后我们去这样录 我妈因为她有点老年痴呆 但是她听到我的大语音的时候 她都会知道是我在老师里讲 所以我虽然在言语上 已经跟她没有办法 她已经忘了我是谁 但是透过大语音的声音 她知道我是小配 每一首曲调都让听者 聊起一种情绪 坠入一种想念 或者寻回一些记忆 这就是音乐家的魔法 而台湾的音乐人 需要更多支持 更多鼓励 才能不断不断施展魔法 在新竹有名的冰品 不是芒果冰 也不是牛奶冰 更不是超商的双麒麟了 而是这家标榜使用 凤梨糖水的冰店 以新鲜的凤梨和黑糖 熬成的糖水 是这家老冰店的特色 夏天一道经常 可以看到人龙对舞的 往回来 咱们就到新竹 消暑士兵去咯 欢迎回到两岸大视野 沿沿夏日最大的享受 应该就是来上 一碗冰凉的挫冰了 新竹有一家 看起来很普通的爆冰店 店家的糖水 除了黑糖之外 还会淋上一池 新鲜凤梨熬煮的凤梨糖水 因为完全是用 凤梨熬煮出来的原汁 不加任何一滴水 所以除了甜味 还有凤梨本身的清香 和微酸的风味 在夏天 每天可以卖上五千盘的 发明这种吃法的第一代 当年靠着凤梨冰白手起家 拉拔四个孩子长大 还拥有三间店面 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 凤梨冰大王 很爽 真的松 就要来泡几凉啊 一条恰压压的漫长夏天 连路上的活油和海人碱 跟户外温度成正比 新竹城隍庙旁的 借家冰店人气指数 爬半天 一个绿豆牛奶面用哦 老板娘附属灵害员工伙伴 招呼收钱 刹冰房的不可抬交 各种粉原类 红豆 绿豆 玻璃柜里 一般传统刹冰店 该有的甜品好料 亦以继承 大部分的水果都搭 而且连豆类都很搭 像你吃红豆牛奶 我上面还是会有一区 满满的凤梨 好让你吃下去很香甜 能拥有三间店面 一天狂卖五千盘冰 生意傲视全新竹 比别人更酷哦 持续算五十年 靠的就是这一匙一匙 陪一盘冰都淋上的凤梨糖水 清爽 又好吃 不会有那一种 糖精加糖的那一种味道 刹冰加凤梨的 好像遇到很少 很少遇到 还蛮特别的 凤梨香气很够 我要跟别的冰店有所区隔 就是要有自己 古特的口味 那凤梨是唯一能够让所有的人 意向深刻 可是又别的地方模仿不来 所以我们选择它 那它也让我们一直有 这种奇迹一直发生啊 就让我们 毅力不摇的五十年 毅力不摇的秘诀 全在副淑林的后厂厨房里 每天一早地下室厨房 就会飘散凤梨的清新香气 搅催机把凤梨果肉撒成泥 要做的就是自家刹冰店的灵魂配角 天越细汁越多 那个是原汁耶 精华都在里面 正在盛产期的金钻凤梨 甜分高 香气足 超级juicy 完全不加一滴水 百分百的凤梨果肉原汁 而且现在的凤梨酵素很好 对减肥啊 排便啊 这种不能讲哦 你闻到香味就可以下糖了 凤梨加二砂糖经过熬煮 纤维软化和咖啡 原版的清香更显濃郁 部署林大方糖酥 加糖时间是一大关键 没达到沸腾就没办法 防抛加身 它会熟起来啦 颜色就没那么漂亮 我们原来的黄色 是比较紫白一点 可是我下了糖之后 温度有到 它糖融快得很快 就会马上帮它 把它那个氧气隔绝掉 所以它会出来 那个很漂亮的金黄色 一锅凤梨150公斤 一天煮三锅就要450公斤 还好现在有机器帮忙 否则每天天一亮 就要开始跟时间赛跑 我不能超过两个小时 因为凤梨会发酵 新鲜的水果你会氧化 而且天气太热了 它只要温度上升 第一颗你切好的 如果没有马上处理 可能你切到第一天 凤梨的时候 第一颗就氧化 发酵 你就会有那个生鲜的味道 所以我公公婆婆 他们以前都是凌生 大市场四点就把货再来了 然后五六点 他们就开始先处理凤梨 因为切凤梨是最花时间的 熬煮15分钟后 保留凤梨纤维口感 田中带点微微酸香 充满鲜然维他命C的凤梨糖汁 就大功告成 准备成为各类甜品 最佳拍档 而厨房另一边 新鲜红豆 正在准备登场前的 先拜 第二代老板戴正龙 四十出头 读书时就得带家帮忙 煮甜品资历超过三十年 对红豆很堆毛 只有评冬万丹当季货 才看得上演 我们的红豆的话 本身它是当季的来的话 它还可以让过的话 这种荣臭品货的 像市面上它是零豆的话 它就水分比较少的话 我们人家煮的话 不容易煮 把它煮一煮烂这样子 有种会幸福的煮出来不行啊 它就利归利 汤归汤啊 就是自己还没有沙沙的感觉 红豆味道不够啊 饱满硕大的红豆 不用泡水就水当当 下锅后要煮到汤汁浓稠 红豆甜美大爆料 全部都糜烂 要保有独立口感 带正龙也太薄 煮出来的话 上面只会爆香 在外面的话 它的汤头都很好 他们说内线都还在这样子 你看它爆的时候才下糖 你不能还没爆的时候就下糖啊 特别要绑住啊 它不会爆香啊 所以你大概一段时间 你再看一下 已经爆了这么一页了 你就可以下糖这样子啊 每间超兵店必备的基本款 带正龙的细节 比基本多好几层 甜度也与时俱进 跟着客人的舌尖做变化 长度计控制在25度 数据化是比父母的做法 更稳定的本职要求 现在不少冰店连煮红豆都偷懒 直接买现成罐头做生意 但正龙坚持职人精神 要把分类的功夫做到透彻 用细节拉开差异 才能在客人的味美技艺区 在于一席之地 熬煮一个半小时 红豆汤出场 雪花飘飘 淋上凤梨糖水 就是店内的招牌绝配 红豆很绵 而且甜又不腻 加那个凤梨 酸酸甜甜 其实还蛮适合夏天吃的 我现在五十岁的 我就是小岁的 差不多二十岁的 就吃饮的品吃到今儿了 再吃一天 我现在五十岁都拿下汤汁了 加了凤梨的各式擦冰 讓客人涼啊涼,從嘴裡舒暢一路偷透到腳底 發明者是他,第一代老闆娘帶媽媽陳美豬 剛結婚時經濟狀況不好,要拉拔四個孩子更不簡單 一家六口只能窩在租來的不到二十坪的小房間 因為娘家本來就在賣冰 帶媽媽和先生想到利用熟悉的專長 白手起家自立門戶賣削冰 最希望有一天能夠擁有屬於自己的房子 自創的鳳梨冰意外受到歡迎 帶媽媽乾脆把所有的冰都淋上鳳梨糖水 一種價錢兩種享受漸漸累積口碑成為最大特色 一天銷上千斤鳳梨,手上全是被鳳梨皮割傷留下的疤痕 老闆要試說,叫我滾就比較好夾啦 老闆五年前試,要試之前跟我們說出王 人家要欠我們的職位才會痛苦 所以人家要欠我的職位才會痛苦 靠著風味多一層的鳳梨冰 帶家的剉冰生意搶搶滾 生活改善了,房子買了,不用到處搬家 還擁有城隍廟旁的經店面 帶媽媽的鳳梨滋味從原本的辛酸轉為甘甜 那時候只說,鍵飯有我們大家吃飯,孩子有客人吃就好了 所以,哪有想那麼多 人家想想想想想想多多 鍵如果好,我們就好了,對不對 那兩親最頭樓就好了,要怎樣 兩親最頭樓,帶眾農家母親的丁鈴落實為具體的日常操作 就是對於食材的法官,能夠自己做的就自己動手DIY 像是豆花,就選用加拿大進口的高檔貨當原料 浸泡三四個小時後,磨出的農醇香 是客人深深著迷的好味道 現在的人都很注重健康 所以一定要選那個被精英改造的黃豆 自己敢吃啊 而且我跟我的小孩都很喜歡吃豆花 這個是小朋友最喜歡的東西 豆漿經過紗布,消泡濾渣 待會沖出來的豆花口感才會滑順滅 豆漿煎到沸騰後,抓緊溫度、速度和角度 讓豆花粉均勻散開 等到凝固之後,就是肥泡泡又咪咪 吹彈肯過的舞蹈味成豆花 又是一款西泉大進口 你知道嗎,做冰箱嗎 你知道嗎 以前只知道吃而已 覺得說,哇,我可以每天吃冰,好棒喔 冬天又有紅豆湯可以喝 不知道公公婆在後面忙著人要麻煩這樣 這邊用一個紅豆湯,他要加冰 在冰店長大,跟家裡做吃的孩子一樣 從讀書時期開始,在這樓就必須在家幫忙 幾乎沒有假日團圓 退伍後他跑去抬怪手 身為唯一的兒子,很接棒 我上輪跑到家裡喔 在家裡我又不能不能跑啊 不過孝順的戴正隆最終不忍心 父母親年紀大了還忙著團團轉 還是順從母親的期望回家奏兵 工作忙碌加上年輕妹妹怕吃苦 戴正隆找對象找了好久找不到 直到朋友介紹在遊戲軟體公司上班 做行銷經理的副淑林 不在乎學歷,不怕辛苦 看重他的腳踏實地 我學老公也是有能力比較重要 實在一點比較重要 孩子出生後,副淑林 辭調工作,協助先生擴展分店 夫妻攜手打拼 他亮父母創立的五十年招牌 光是前幾年重建的粉店 就有五層樓 每到假日做得滿滿滿 暴兵機從早到晚沒停過 我們都說我們在練韓兵長 然後每個人練下來都是武功高強 聖丁阿聖丁的鳳梨剉兵 賺錢沒大道理 小創意不偷懶 創造一點點的不一樣 成為台灣剉兵王就是酷 可惡